下一题请出题 太空人生活大公开 请问在太空中 太空人排出的大小便会怎么处理 A 寒冷时用来保暖 B 口渴时喝掉 请坐大 麦先生应该没有看过 心记忆的电影的 其实我刚刚知道应该是口渴时喝掉 可是我觉得小便可以喝 大便也能喝吗 可能经过一个循环的系统了 什么的 大便可能做干粮 然后吃一下 你吃吃吃吃吃的呢 你不是吃吃吃吃的什么 我看电影的时候会过滤这个机器 会变得滴出来尿意 因为太空上的物资应该是很 非常宝贵的 很少 对 所以说它应该会处理过 所以说绝对不是说 直接喝 直接喝 对 不过因为这个题目有写大小便 所以又有一点点关注一下 不过我想应该都还是小便 就处理喝掉 大便也是有水分 那保暖 因为太空人都有太空衣 所以说其实基本上太空衣 就是保暖的一个装置了 正确答案是 1 口渴时喝掉 其实当然不是直接食用 但是因为水资源在太空中 实在太宝贵了 所以不管是料意或便便 都会经过处理然后吸取之中的水分 那经过处理之后 变成干净了之后呢 口渴的时候拿来饮用 对啊 那粪便也是有水 有水分的 但那水提干之后 再把粪便丢出去 有的比较节省 你也可以拿出来再吃 你说超乎打开 直接丢出去的概念 来 请到旁边休息 增加2,19,000 这奖金很高了 你们两个对战了 下面请出题 请作答 通通选青白红的色号 不是国企的旗杆 我有看过那个 我们不管是冲冲府 或是行政院的官网上面 其实都针对国企 是有相关法令的一个 我们看你一领就好了 对 而且它还有这四分之三 三分之二 其实国企大家都知道 是它是三分之二的比例 然后青天白日满地红的 青天白日要四分之一 对 但是色号 应该还是青天白日满地红 所以我觉得 还是这个颜色上来讲 是有严格的要求 正确答案是 B 国企的旗杆 没有错 我们的国企呢 是由青白红三个颜色组合成 分别象征自由平等跟博外 颜色很美呢 意义也很深远 那国企要怎么做呢 在我们的宪法第六条就有规定啦 就是规定 我们的国企呢 定为红帝 左上角为青天白日 而国企法 也有个法哦 二到四条呢 详细规定 青天白日跟光芒的位置 跟它应该多大它的比例 但是还有它的旗杆 必须是白色 而且你要配金黄色的圆顶 那反而是色号呢 没有一定说哪一个色号 但是呢 我们自己在绘制的时候呢 我们会力求颜色的纯正 但事实上 它是没有特别规定的 嗯 现在大家了解 这题好陷阱哦 哦 对啊 三位请回来 哇 这个奖金是一万九 雷到第三轮哦 那我想第三轮谁赢了 谁就赢了啊 最后一家了 第一次要分出胜户了 第三轮的第一题请出题 告白成功的秘诀 根据日本大学调查 用什么方式告白成功几率最高 A 打电话 B 面对面 请作答 又分五个不一样了 有的人是靠面对面的 有人打电话 书瑞 因为日本人比较害羞 会不会就是面对面反而很紧张 讲不出来 你以为是选面对面的 对 因为我看过日本很多综艺节目 他们都会正在顶楼呐喊说 谁谁谁我喜欢你 那是学生片嘛 对 学生 喜欢你 然后台下人就会拱他说 好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这样 这次的答案是 打电话 日本广岛大学调查呢 用电话是最容易告白成功的手段 他告白成功几率有64.7% 接下来才是面对面 他的成功率60.2% 或是呢 你写情书 email告白的话呢 差不多是56%左右的成功率 是 那三位请就说 也是他们失去夺冠的机会了 好 经历跌 好紧张 可是他不是面对面告白成功的耶 增加2000 上面有2万1 是 麦若宇跟我们的苏睿两个人 如果现在开始连续答对 三题都一模一样的 奖金均分 但是目前奖金均分的话是 对麦若宇比较 有利 有利哦 所以你要加油 好 来 请出顶 O B H H 请作答 哎呦 第一题就分胜负了哦 因为O 我感觉英文有OH啊 但我记得日语 好像是 诶 不是H 啊 所以我就第一 就是直觉想应该是 可是我们 我们 我们大家传简讯 听不懂都不行了 H 对 是我们吗 H 对 因为刚才 因为刚才荧幕是黑的嘛 那我听的那个题目是说 哪一个台湾 我就没有想到 就没有去管是在全世界 但是我觉得H 是台湾特有的 H H 这个不是台湾很棒吗 但是我觉得H 在很多国家也通用啊 你讲H 其实大家也都知道你在干嘛 对不对 所以你选H 二选H 正确答案是 H 蛤 因为蛤呢 其实在英文里面也有这个HUH 蛤 这个世界上绝大部分的语言中 都可以通用 有一个研究呢 196个样本 那进行分析 那只要你跟一个人说蛤 或是你跟他说 哦 因为哦可以有很多意思 哦 哦 哦 这种的 可是蛤 通常你一问 它通常都是以问句来存在 所以呢 反而这个发音呢 相似的发音跟用意 跨越了多元的语种 它是一个国际级的存在 请加一千 从奖机三轮呢 2万2请灌入麦若鱼的账户 哇 哇 独打耶 3万2千块 请我们今天的冠军 马上进入最终决战 BATTLE ATM 欢迎来到蔚蓝银行 还有行库 你有3万2的奖金 这些卡泥 谢谢行长 麦若鱼 请插卡 插卡 好可怕 请打开金库 里面有3万2千块是您的现金 请看密码提示 分解是总笔画五十四画的诊所的匾儿 或是总笔画四十三画的阿嬷算数学 匾儿又很多啊 对不对 妙手回尊 妙手回尊啊 什么什么 人心人数 但是五十四画的笔画要多一点哦 阿嬷算数学 宝刀未老 宝刀未老 宝刀未老很厉害哦 宝刀未老 阿嬷算数学 精打细算 阿嬷会精打细算 对 所以你要选哪一个来 那 阿嬷算数学 阿嬷算数学请锁定 那我们看没有选的 诊所的匾儿是什么字呢 那请公布 哇 好难写哦 对不对 那个胡你看 你那个笔画就会搞不清楚 宣言很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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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言错 我要选这个我一定不答不 我奖金拿不到了嘛 阿嬷算数学请公布题目 你的题目是 老郁能解 能解老郁能解 来 请计时开始 好 老郁 六 六 六 一二三四五六 六 零六 能解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一零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十十十十二 一二 停 好 用的时间是 你用一半时间 如果错的还可以改三十秒 老郁能解 芋头 来 零六零六 一零一二 对或错 錯 来 请计时剩下三十秒 请改 老郁能解 请改 那是郁啊 老郁 老郁能解 阿嬷算数学 阿嬷就能解 对 阿嬷都解得出来 阿嬷就比你更厉害 有个广告不是这样吗 對 叫你阿嬷 老郁 看老郁 郁 老郁 十十秒 你这时间浪费 老郁 完了 我知道有个郁字很难写的郁 媽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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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 停 还有六秒 还有六秒 好 来 请 零六一二一零一二 对或错 一定错啦 那个鱼不对啦 撞撞看嘛 好 错 那请改还有六秒钟 太难了 我不会了 老郁 一定是个鱼 老郁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零八 好 时间停了 改这个郁 零六零八一零一二 零六零八一零一二 对或错 哎呀 尽力了 老郁是不是女字旁 一定是 对啊 女性嘛 我刚刚写了一个女字旁嘛 应该是这样的 对 可是那旁边什么字 应该是区吗 哦 对 区 是不是这样 是 这样几话 十五 十五 我这样算算看好了 好 那你 这样就对了 零六一五一零一二 对或错 这样就对了 因为你这个字 错 不可能 来 正确解答 可能能解不是这样吧 哎 哎 你对啦 我们算十四啊 哦 我们应该算十四的话 我这个解也错了 你看解有十三话 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这边直接这样一撇 但它是一二 对 太难了 太难了 来 谢谢 请关闭经过 OK 来 我们会现场 好 啊 老玉能解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你做出来的东西 诗词写得很简单 让老人家看了都看得懂 就像我们做的节目 雅俗共赏 是是是 大家都看得懂 很难很难 悬壶记事你更难啊 对啦 那个胡字 我想那个笔画就很恐怖 悬也很难啊 对 哪有可能写人心人数这么简单 送钱给你就好了 对 来 谢谢各位今天来参加 谢谢大家 晚上八点锁定 拜托ATM 把智慧变现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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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ra Centra